大家好 歡迎收聽理事台 我是瘋仔 星期日晚的11點半 我們4月初要進行的三場大戰就上演到最後一場 主場對著榜首的阿仙奴 賽前我們已經在聯賽中三場只得到1分 這場還要面對著七連勝和萬城欠英超的阿仙奴 即使是主場應戰 其實大家都知道要拿齊三分是有相當的難度 更加在賽事的早段已經落後了兩球 但最終壓著來打反而我們就變成了不贏是很可惜的一隊 可以說是一個令人意料之外的扭轉 首先先說出場內容 門章艾利神 中堅江拿迪就拍著復陰正選的雲迪克 左閘羅伯順右閘阿役山打落 中場位置人員跟上場對車路士一樣 防中位法賓奴兩個中場中是神軒和居迪斯宗斯 前線左翼祖達右翼沙拿中鋒加普 後備席上就泰高亞錦達拿市隔兩個月後終於復出列陣了 其他人還有門將吉利夏 中堅祖高尾斯 馬力普 左閘森美卡斯 中場尖善米娜 艾利諾 前線費明盧和紐尼斯 比賽開始前球會就安排了儀式悼念1989年4月15日 令到97名球迷喪生的希斯堡球場慘劇 阿仙奴方面賽前一天也有找人去到球場外面的紀念碑獻上花圈 而球賽展開了無奈之後我們很快就要失球了 8分鐘的時候對方右路的攻勢 分位置給球到右路的沙卡 羅伯曾嘗試壓前跟上的時候但是滑下了 令到沙卡可以很自由地轉身推進上前 去到禁區邊的時候交橫給奧迪加特 原本想立刻逐個撞牆進去禁區給沙卡 但是雲迪克在中間踢走球 可惜踢不遠後被隔離跟進的馬天利尼截倒 就繼續拿回去衝進禁區 避開了雲迪克和阿力森特亞諾的夾擊 快腳就阻羅伯曾一步輕輕地督向遠處萬流入網 很早的階段我們已經要先落後了 之後羅伯曾有次追成平手的機會 接應法奔路的過頭直線去到左邊的閘位空 不過這個射門就只是遠處出界 這下不進去到28分鐘我們就要再塞多一球 薩卡給直線去到我們防線的身後 左路的馬天利尼就可以推到禁區邊 再吸回右腳位傳中 加美爾至西斯在中間無人看管之下頭錘近門頂入 落後到2比0 當時看場地的利尼門應該的心都覺得今場是冷過水 這班傢伙近來真是戰意非常之差 落後緊經常都垂頭喪氣 今場仍要對著綁手的阿仙奴 應該都沒甚麼能力可以翻身了吧 但足球的東西就是一場一場地算 今次撞主場之利之下 在球隊落後到2球後就反而可以押著對方來踢了 33分鐘神軒在中場截到球 立即給上前場 沙拿有個擲位的單刀機會 不過他左腳就直接自己射出界 到了42分鐘時 羅不慎透徐頂個球上前 祖達回後接應 然後再分給中間的家譜 他控一控再交左路被空曬的中司推入禁區 停下吸去大位之後 等到後上蝶瓦的祖達 就用後端交給他落底線 左腳地球傳中 小藍區頂神軒第一下右腳其實不是很適合 但他貪盡腳捉了球去遠處的位置 根本沙拿就放到加比爾的身後位 令對方解位的時候 就省中了沙拿的腳撞球入網 追成1比2較接近的紀錄 這樣就完結了上半場了 去到下半場的時候 都繼續由我們去施壓 54分鐘我們得到一個追成平手的黃金機會 那個球加普斬到中間 加比爾跳起了 但頂不到球之下 就這樣跌了球去小暗推 頂的正中間位置最人馬踏踏的地方 然後祖達反應很快地放回他 就吃了一個身位 賀定跟他爭球 但收不設計之下 踢到祖達的腳 令他跌低了 我們就駁得一個12碼的機會 由沙拿操刀 不過地球的角度太盡之下 就斜出了 是他繼對班尼茅夫後 第二次射失12碼 然後塔高 紐尼斯和費明盧都陸續換入場 阿仙奴亦都換走了耶穌仔和奧迪加特 放多個中堅進來 好像想防守著頂著他 但這樣就令到我們在80分鐘打後的時段 攻勢就更加入獄 完全是成全了一個圍攻的格局 先有一下雲迪克的頭錘頂上前 中場位置費明盧快對手一步 把球探錢給到沙拿的腳下 他在第一時間交斜線給紐尼斯入攝 形成單刀 不過這次他推得不太順 射得很差 過不到藍絲道的十指關 到了87分鐘 終於取得成果 阿彌珊達諾右邊近底線的位置 通了新增高的坑渠推入中間 然後再斬高球去遠處 費明盧升起頭錘頂入網 追成2比2平手 燃起了這場球的高潮 保持的階段 泰高扭動他的蛇腰 交球入中間給阿彌珊達諾 他再送入禁區入面 給沙拿控定起腳 省中了加比爾之下 令到球的角度更加刁鑽 從電視角度去看這球 其實都像是要飛向死角入 誰知藍絲道就飛身 把這個球擋出底線 之後 角球第一下斬出來的時候 被人架圍了 撿回球再由阿彌珊達諾正面斬入禁區 劉尼斯頭錘去遠處 江納迪上前接應 但高度尷尬之下 近門用個胸口撞球 不過藍絲道再次把這球擋出 之後阿仙奴更加有一下 三打一的反擊機會出現 差點我們就要輸回頭 不過馬天尼尼的車線就比得太直 令到艾利神可以直接出到禁區外面 截走球球球化解了攻勢 最終保持兩次的大好機會 我們都把握不到之下 令到我們無法從落後兩球的情況下反勝 只能以2比2結束這場比賽 角得一分 這場雖然我們的暴陣用人 和早幾場都有點不同 進攻的時候 阿彌珊達諾多了進入中路幫手組織 攻守轉換的時候 很多時阿彌珊達諾都不會馬上換到右路的位置 但這個打法不是太常用的情況下 你看到球隊在最初都不太適應 防線之間是多了很多漏洞 戈奈迪也多了效向右邊之後 令到羅伯辰也要多拉入中間的位置補位 沙卡對方的右翼球員控球的時候 相對上空間會比較多 所以上場的形勢其實是挺差的 在位置上的調整下 後場仍然猜不到球上前 人家一施壓就令到我們只能放長球上前 可以說是完全沒有辦法去組織攻勢 所以其實一組輸了兩球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但來之後球員就好像醒了一樣 而且對方領先之後 由縮後來踢也對我們很有幫助 慢慢展開了一個圍攻的格局 也是我們近來少有可以做到這麼大優勢的局面 說真的如果賽前甚至乎落後兩球的時候 你告訴我最後我們拿到一個和局回來的 我想大家都不會覺得這個是差的賽果 但最後階段的時候 我們實在太多絕佳的攻勢都把握不到 十二碼沙拿和紐尼斯的單刀 再加上藍絲道保時的兩下神救 這些過程會令到利民們覺得 這三分落不到袋實在太可惜了 我們的期望入球值是去到四 但最終入球只有兩個 然後就可以說一下球員的發揮 這場球員不會有太大意義 中堅江拿迪就差不多是大部分人的首選 這場球隊的佈陣有些改變之下 江拿迪的防守範圍比以往大了很多 亦多了靠向邊路的位置 當然比賽初段我都覺得防線上的配合有點差 令到防線出現了不少不穩定的情況 但江拿迪的發揮也是在當中算是比較出色的一個 塞第二球的時候他出來邊路對應馬天尼尼的突破 包括阿歷山大陸的身後位 之後就更加多和馬天尼尼單對單的情況下 都是能夠防守成功的 打到好像半隻左閘一樣 大大限制了對手的發揮 下半場亦都有記下用刊和準確的攔截 5次的成功攔截 3次的阻斷全球都是全隊最多的數據 還有一次封了射門 地面爭奪7次贏了5次 高空爭奪3次都贏了 如果臨尾那一刻可以近門撞進球 簡直是一個完美的表現 可惜那球在柳尼斯頭鎚二傳出來的時候 力度不是太大 無論力給他借 而高度又在他污下身後有點尷尬 對,只能勉強用胸口罩到門口 如果他站直的話 身腳應該比較容易處理 用胸口就不夠力讓藍絲道可以飛過來這邊撲出這球 但即使進不了球 乾拿力今場作為防守球員 都是交足功課 就算擴轉到整季的表現 都可以說是隊內最可靠的一個中堅 至於他的中堅拍檔 我們的第三隊長雲迪克 就真是不敢恭維 今季經常說他選球踢 但今場畢竟是主場對著榜首的阿仙奴 怎麼都應該出盡力了吧 但今場他仍然是出事的一個 第一球失球的時候 他截到奧迪加勒的直線 但他直接打給中間的馬天利利 這下解圍他就可以選擇踢得好些 或者直接解腳清出去都可以 到馬天利利殺進去的時候 其實他還有機會去攔日 但他左腳出腳的攔截又踢不中 去到第二球的時候我覺得就更加離譜了 雖然乾拿迪拉了出去邊路對著馬天利利 但中間其實整個禁區就只有耶穌仔一個 在一個危險位置中 雲迪克不是可以貼近去防守他嗎? 有人可能看完就會怪話 是否羅伯神都不收到中間幫忙夾擊 但如果那個球斬去遠處 被沙卡空曬射門 難道又可以放空他嗎? 人手不夠之下 其實就當然是一個人看一個 難道還做什麼夾擊嗎? 羅伯神要看沙卡的時候 雲迪克就要看回耶穌仔 雲迪克看球不看人 就不跟著耶穌仔 可能都會怕他攝前處 但現在斬過了他的頭 他連起跳去逼人爭頂的能力都沒有 我覺得實在不應該是一個 細一中堅 雲迪克應有的水平 而31分鐘的時候 雲迪克還有單對單對著耶穌仔 又是被人一下就推過了 結果要犯規拿王牌 大家可以看看這球波爾的截圖 看到他的可能是步穩不太順 但用左腳去攔第一下 其實就好像不太適合位 踢不中之後 才用右腳再加一下掃下去 來犯規截停的攻勢 以往的雲迪克又怎麼會這麼狼狽呢? 真是明顯地看到 現在的雲迪克 是不是處於最高的水平 甚至乎 連一個一般的中堅水平 都好像不太到 在落後兩球之後 我們開始壓著對方來打 防線的壓力沒那麼高 這樣才叫做發揮好一點 但近來雲迪克真的沒有一場 發揮可以說是令人滿意的 夏天的時候我覺得 可能除了中場的增援之外 中堅位置亦都很需要一個高質的伸援 他給予一些競爭的壓力 雲迪克踢好一點才行 否則他永遠坐定粒陸 覺得自己的正選位是鐵膽 就會好像現在這樣 冷冷走又好像發揮得不太好 沒有什麼順盡的心態 之後就想說今場另外兩個 都發揮了很重要作用的後備騎兵 泰哥華簡達羅休長了兩個月之後 終於都復出了 他一落到場就明顯看到 是可以令到對球的運作順暢很多 後場經常多了全球的選擇 很有能力可以背身拿球 然後轉身或者再交給其他隊友 第一時間彈出球 令到球搓上前的難度是減低了很多 而且在防守上也作出了不少的難節 真的很明顯看到 他在中場上的級數是高於隊中 現有其他中場球員 就算剛剛才是商譽 狀態可能不太好 也都明顯看到技術水平是高些 有球腳面交直線給家普 是很明顯其他人做不到的 最後保持沙拿的攻門前 其實泰哥很快速地做了一個扭腰的動作 令到防守球員判斷不到泰哥 究竟想第一時間控向左邊 還是右邊 還是停實球 最終他是即時用右腳 外擋交橫球給阿力森 才可以馬上塞進入禁區內 給沙拿起腳 這些動作看起來好像很細微 但其實就遲緩了對方防守的反應 但同時泰哥仍然可以第一時間交出球 加快自己隊友的進攻節奏 所以這些所謂很細微的動作 其實就為隊友爭取了不少時間和空間去做攻勢 有太高的技術 是令到下換場整個圍攻格局的發揮順暢了很多 所以今季如下下來的賽事 由他在中場位置都會是一件好事 另一個後備騎兵就是費明盧 78分鐘才下場 但發揮到的作用也是很大 下場很快就有一下中場快對方一步分球給沙拿 再交斜線給紐尼斯單刀埋門 然後又有一球是由前場追回籃節 然後搶到球後推上前 再跟羅伯神做個撞場 放到他去左路可以長距直進 加上太高就真的可以把整個中場的運轉都理順 跑動迫搶也很有鬥心 最終亦都成功接應到亞歷山達亞洛的全中球 升上高點輕輕地頂回籠門入網 攻入他今季第九個入球 而這個亦是職業生涯對著阿仙奴的第十個英超入球 英超史上沒有其他球員入阿仙奴比他更加多了 大家都有看過前瞻片做的封面圖會看到 他最令人記得的一球就是扭到整班阿仙奴的後防東一波一波 跟著才射球入網 真是名副其實的阿仙奴殺手 今季都救回球隊很多次 很可惜地他今季之後就會懸弱走人 現在看到費命盧的場次就真的看一場少一場 珍惜他的最後時光 接著就會說兩個比較爭議性的人物 首先是阿歷山德亞洛 今場明顯地看到他移入中路進攻的次數是多了很多 當然大家從球場上的表現和旁述的說法應該都會看到 而我就嘗試用一個圖表去顯示這件事 我CAP了最近四場聯賽阿歷山德亞洛的全球位置圖 左上是對曼聯的時候 右上是對班尼茅夫 左下是對曼城而右下是對阿仙奴的 如果將球場打橫 用禁區邊線和俄眉月的兩條邊 就切開五個區域的話 除了右下對阿仙奴的這一場球之外 其餘三場球都會看到 他是最靠近於右邊的區域 對阿仙奴的次數是最多的 非常集中在右路上 但是對阿仙奴這場球 就是集中在右二的區域傳球最多 甚至入到中間的次數都有不少 可以明顯看到安排上 是想用多些阿歷山德亞在中間做傳送的 下半場的圍攻格局之下 就會看到他移入中間之後 轎炮的作用都非常明顯 就算不靠邊爐 他在正面斬入禁區 都依然產生到威脅 保持階段斬給紐尼茨 再次傳給甘拿迪的攻門 非常漂亮 偶爾走向邊爐也可以攻其不備 通坑局過了新真攻 再傳中給費明盧 就可以追成平手的入球 全場合共四次關閻傳送 當中有一次是大好機會來 八次傳中有六次都成功 九次的長傳都有四次成功 而他靠向中間之後 的確是可以解放到他的進攻力 但是也不代表他今場的表現很好 尤其上半場大家都不太習慣這種擺位的時候 右後防的位置究竟何時由誰去保位都很混亂 第二個失球 其實我覺得單看這一球的話 可能會有人覺得 阿歷山大洛被人放了身後位一下就過了 失了位都很大問題 但其實我覺得看整場球 阿歷山大洛移入中間之後 球隊所需要的防守配置 甘拿迪是預料出來包右路對抗馬天尼 而這件事在比賽更後的階段是經常性都見到的 所以我會想那一刻阿歷山大洛放手給甘拿迪去追 其實是否都應該算是一種高普賽前安排的防守對位呢 但當然了 阿歷山大洛都可以馬上跟回貼上去做一個二對一的防守 如果有甘拿迪包著位不讓馬天尼尼突破 阿歷山大洛再迫出去搶他控球的話 馬天尼尼就不會輕鬆吸回他的右腳大位 望定再斬都還有那麼多空位 而右路邊線的空位 以阿歷山大洛的單房來說 依然都是很外露於人前的一個弱點 而且上半場其實阿歷山大洛移入中間之後 他沒有辦法做到一些很即時的分球或者轉身動作 令我們沒有辦法從後場猜到球上前 而塔高入場之後就完美示範到這個工作是要怎樣做的 不過高普賽後都說阿歷山大洛很少這樣打這個位置 所以要時間適應 以這樣的標準去看他是覺得會收貨的 那不如就用餘下賽季的時間試驗一下 這樣行不行得通 另一個爭議的人物就是居歷史中斯 我知道很多利米其實都不是太欣賞或者不太喜歡他 我覺得今場甚至上一場對車路士 他都承受了一些超於他表現應有的批評 沒錯他進攻是拖得很慢的 有很多時的球都不可以第一時間做到決定 令到反擊的時機有所遲緩 上半場尾段以為他有一下是有禁區頂的射門機會 但都控到被人迫過來浪費了 這些位當然就是抵鬧了 但他今場都展現出來 他在中場中最有火最有活力的一個 他真的跑動得非常積極 很多時都會衝上前幫忙去到迫場 又會很快地下來幫忙協防 是一個心態上很正面的球員 我們隊中其他中場球員都很缺乏 以這種跑動能力 而且即使他拖慢了進攻 但當他出腳的話 其實質素並不是太差 就像第一個入球一樣 整個攻勢最巧妙的一下 就是他用後腳給蝶亞的祖達落底 他作為一個以小王踢翼鋒的球員 提供到一些其他中場球員沒有的奇思妙想做法出來 神軒、法崩路這些踢法 其實都是比較平實一點 今場就是靠著中屍這些奇妙的想法 才可以在上半場追近一點 我見到很多人都說不如快點換走他 覺得他在場上沒有用 當然如果要換下谷入場做同樣的工作 換走居力士宗司的確是合理的 但如果單量發揮的話 神軒今場肯定是被居力士宗司踢得差的 我覺得大家對於一個22歲的自家清分球員 不如就給他多些空間去容納吧 至於今場最終贏不到 甚至差一點一分都沒有 我覺得除了雲迪克的防守問題之外 前線的大佬沙拉也是另一個踢得很差的球員 他錯失的機會實在太多了 上半場的download球 他自己左腳直接射偏差很遠的射出底線 下半場祖達都搏到十二碼回來 射入就可以追成平手了 但沙拉竟然連續第二次都射失了十二碼 對本尼茅夫的時候也是一個追成平手的十二碼射失了 現在是否高普都要考慮一下十二碼第一個被子手的位置呢 第一次射失之前 他的十二碼成功率其實跟尖線米尼差不多 所以當時安排他射絕對不是問題 射失了一次之後再給他機會 但如果連續兩次都射失的話 對於一個真正第一個十二碼射手的話 實在是比較難接受一些 而且兩球球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重要 並不是一些垃圾時間的感上天花球 高普賽後的記者會也有說到這件事 他說他們是需要時間去討論這件事 不過當然不會在記者會這個場合裡和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證明高普都有心想考慮一下十二碼射手這個位置 而除了錯失這兩個機會之外 又有些摺位左右腳的射門都是不中籠的 多達十次的射門其實才只有兩腳中籠 就算入球其實運氣成份都很高 對方解圍其實是快過他一步的 但他也能夠把腳放進去 保持階段漂亮的一腳都是散中了加比爾 才飛向一個更加致命的角度 不過仍然是過不到藍絲道的十字關 以沙拿今場所獲得的機會來講 其實只是入得一球實在是不合格的 要不是阿歷山打諾和費明盧合力追回成平手的話 沙拿今場肯定會受到更加大的批評 至於另外兩個正選的攻擊手加普和祖達 其實相對上的發揮就平庸一點 兩個其實都沒什麼威脅的 進攻又不太順暢 祖達也叫做博到十二碼 和第一個入球都叫做間接助攻落底傳中 但加普就沒什麼貢獻了 是靠開角球就拿到三個關元傳送回來這樣 但實質就做不到什麼 和費明盧的表現都很大反差 都可以想一下之後的中鋒位 要不要讓費明盧踢回呢 還是高普可能現在就想費明盧都快要走了 不如就給多點時間加普去練熟一點 那個危九號的位置 所以費明盧近來都沒什麼正選機會呢 最後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一件發生在半場完結時候的事件 羅伯神和龐正爭議的時候 被龐正一章批中了頭 影片我用Youtube Shorts的形式 就昨晚已經發佈了出來 都很明顯看到龐正是蓄意用力批上去 羅伯神的頭道 接著就引發了半場的時候 神軒和教練都衝了入場 和球證的迪恩尼理論 還要給了一張王牌羅伯神 之後很快就看到英超球證協會PGMOL 就發表聲明說有留意到這件事 賽後會再看回怎樣處理 而這個龐正和主球證的迪恩尼 就是當年羅伯神在對熱切的時候 被哈利根尼曬虛踢中腳徑 都只是給王牌 後來羅伯神在窮場踢人的時候 就給了紅牌的兩個主理球證 高普當時賽後還說 對其他的球證都沒問題 唯獨是你才會弄成這樣 今次這件事又會不會是一些延續來呢 密切留意著這件事 究竟最終會發生怎樣 呼涵的前鋒米特勒域推一推球證 就停了八場 現在龐正蓄意開爭打羅伯神的法則 究竟會是怎樣 這件事就很體現得到英超賽會 對於球員和球證雙方的平等態度 或者尊重程度去到怎樣 今場就在落後0比2的情況下 反追成2比2平手角得1分 阿仙奴失了2分之後 令到和曼城爭霸的形勢更加緊湊 打多一場只是領先6分 曼城如果贏了場補賽 再在主場對著阿仙奴的榜首大戰中贏了的話 他們兩隊就會同分 而曼城現時有5個得失球差的差距領先了阿仙奴 而我們這邊近四場的聯賽只有2和2負2分 暫時以44分排到第8名 和第4名已經在同場次之下相差12分 要追上去的機會真是極之困難 連維拉換完艾瑪莉之後成績大改善 都已經47分 拿到殺到第6名 分分鐘我們連欠第6的歐霸位也有困難 下一場比賽就去到4月17號 星期一晚的凌晨3時 我們會撞客對著列斯聯 然後再下星期就會是4月22號 星期六晚的10時 主場對著洛定咸森林 也是利士台第一次提波派對舉行 有禮物可以抽獎給參加者 同一班利米一起看球集氣支持球隊 還有小亮的名額可以在資訊欄找到報名表格的連結和活動詳情 大家可以繼續報名參加 今集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喜歡這條片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利士台奉比賽翌日中午時段出片賽後評 其餘時段都會不定期為大家報道有關球會的消息 和風仔的個人分析 間中還會直播露面跟大家聊天 又或者直播旁述一起看球 想更實質支持風仔的都可以加入會員 每月最低只需15元 我是利士台的風仔 下次再見 See you next time